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静,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跟我老公最近啊,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弟弟想买车,结果就 我就求我老公给自己弟弟买车的时候吧 我老公反正就死活不答应,我就赌气回娘家了 我也知道我老公很爱我,结果我回娘家之后啊 老公并没有哄我回家 我足足等了三十天 回家之后吧,我却发现家里面的女主人已经换了 老公呢,还拿出离婚协议 这就因为我想给弟弟买车 结果呀,也毁了我自己的婚姻 我今年二十六岁,来自农村 我们家的条件并不是很好 还有一个弟弟,从小到大爸妈一直偏心弟弟 自从弟弟出生以后,我爸妈完全就忽略了我 根本就当我不存在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到逢年过节 只要家里面炖了肉呢 我爸妈就会给我弟弟啊,盛一大碗 而我呀,也只能吃我弟弟剩下的汤汁 我爸妈就经常给我弟弟买那些新衣服 新鞋子穿嘛,而我就不一样了 我爸妈也一直都给我买的那种地摊货 而且每套衣服都穿得破了 就烂了之后,我爸妈才会给我换新的 就是我爸妈呀,经常就说我 弟弟还小呢,我作为姐姐就应该处处的维护着弟弟 让着弟弟 因为我爸妈的教育,所以我也一直呀 把弟弟当成亲人 我从小到大又一直维护着弟弟 记得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吧 我爸妈不是买了一台那个电视机嘛 我放学回家以后开开心心的 我想回家看电视嘛 可是等我都赶到家的时候呀 弟弟已经在看电视了 当时我那个年纪已经不是特别喜欢动画片了嘛 而弟弟呀,却一直就是说看动画片 于是我就和我弟弟商量了 我说我们两个人呀,就轮流看 可是我弟弟他就死活的,他就不答应 我爸妈呢,就是也是一直在旁边嘛 劝我,说我作为姐姐应该多让着弟弟 只有等弟弟看腻了,不想再看了 我才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 虽然我们家条件并不是很好 但我爸妈也一直就是供我读书嘛 而且我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也就一直的好 可是当我读完高中以后 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我爸妈却不是很开心 我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因为我爸妈已经没有那个能力 再继续跟我读书了 毕竟上大学花销也挺大的嘛 当时我父母就不人心 就直接跟我说呀 然后我呢,就自己跑到外面没人的地方 在那哭了好久 最后我终于呀,下定了决心 我就跟我父母说我自己要辍学打工 我妈听了我说我不上学之后 那她要出去打工后呀 我妈就对我说 我家闺女呀真懂事 都怪爸妈无能 如果能继续顾你读书 弟弟呀,就不能再读了 毕竟啊,弟弟呢 也是家里面唯一的男孩 以后要给家里传宗接待的 而你就不一样了 以后你只要找一个有钱男人嫁出去 照样能过上好日子 我听完我妈说这一番话之后 我就说妈呀,你不用多说什么了 这些我自己都懂 辍学之后我就和我闺蜜 然后一起去那个北京找工作了 后来呢,我们也算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啊,月薪也就只有三千多块钱 但是对于我而言呀,工资已经很满足了 毕竟我们家条件也不是很好嘛 我爸妈现在所有的积蓄都没有三千块钱呢 我第一个月发工资下来以后 我就给我爸妈,然后寄了一千五百块钱 我只给自己留了一千五 这个生活费 那就剩下这个一千五了嘛 我就用来交房租了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个月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后来我们公司突然来了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 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当时我老公就是刚来公司的第一天 他又对我一见钟情了 从那天开始他就不停的跟我搭讪 而我看他那个为人也不错 工作也挺踏实的 长得一米八一大高个儿 然后看着也是阳光挺帅气的嘛 所以我就直接答应了做他女朋友 我们就这样啊,简简单单的成了这个情侣关系 恋爱不久之后 我就发现我老公的家里面条件还算不错 公公婆婆是做生意的 我老公啊,原本就是可以不用工作 因为我老公家里就特别有钱嘛 但是公公婆婆就强行的让我老公自己出来工作 就说是想让就是我老公呀 在这个社会上学会经济独立嘛 就想让他出来锻炼一下自己 恋爱的时候我老公对我还算不错 而且我老公不像其他男生一样就很花心 自从我们两个交往以后吧 他从来也不和其他女生搭讪 恋爱不久之后 我老公就邀请了就是我跟他回家吃饭嘛 那记得有一次就第一次啊 和公公婆婆见面的时候 婆婆就特别不待见我 一直就很反对让我跟我老公在一起 因为我婆婆就认为啊 我们家的这个条件呢 不是不好嘛 所以他就觉得他儿子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才行 还说我和老公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 当时我也特别的委屈 难道我出生不好也是我的错吗 但当时我和我老公正在处于那种热恋状态嘛 而且我老公也很爱我 后来我老公不断的给公公婆婆做那个思想工作 在我老公的坚持下 公公婆婆才同意我们两个继续交往 但当我们恋爱差不多一年左右之后吧 然后我老公就向我就是求婚了 而我呀也答应了他的求婚 也可以说自从恋爱之后啊 我就一直在等待我老公向我求婚 因为我很爱我的老公 我老公对我呢也很好 我觉得吧就是找到了一个也是安全感吧 我觉得吧我找到了一个舍得为我付出的男人 而我在我老公身上也看到了安全感 不久之后我就带着我老公就回家 家里面就见我爸妈 让我爸妈见证一下我们的感情 结果我爸妈就一直夸我 然后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 家里条件又好 我爸妈反正就一直夸我眼光好吧 而我老公就跟我爸妈也是有说有笑的 老公第一次和我爸妈见面的时候呀 在我爸爸面前还表现的还算不错 不久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婚姻的殿堂嘛 在这个筹备婚礼的时候 公公婆婆给了我们家18万的彩礼 而且还给我老公买了一套婚房 另外家里一辆车 而我们家的条件不怎么样嘛 所以也没是并没有什么陪嫁 记得当时啊母亲只给了我一个项链 说是我外婆留下来的 后来我们的婚礼也简简单单的办完了 结婚之后啊我们是和公公婆婆 他们分开住的 虽然公公婆婆是做生意的 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喜欢住在农村嘛 而且我们结婚以后公公婆婆就打算退休了 我和我老公结婚之后吧 还得继续在城里面工作呢 所以说我们就分开住了 结婚不久之后我就发现我怀孕了 因为我怀孕了以后吧 我这身体比较虚弱 所以我老公就让我在家里面安心的待产 我婆婆知道我怀孕之后 也特意就是从农村呀 跑到了城里来照顾我 当时我也是特别感激我老公和我婆婆 而且我觉得我总算是嫁对了人 结婚以后我的老公啊 对我呢也一直很好 可以说对我是百依百顺吧 而婆婆虽然说结婚之前并不怎么待见我 但是结婚之后婆婆对我一直也很不错 老公为了安抚我 每个月就给我两万块钱的生活费 因为我从小就在贫困的团境之下长大的 结婚之后即使我老公很有钱 但是我还是过得很节约很节省 所以我老公每个月呀 就给我两万块钱的生活费 我呢根本也就用不着 每个月也就最多花五千块钱的生活费 其余的那个一万五千块钱 我就都寄回了我娘家 让我爸妈供我弟弟读书了 刚开始我老公并不介意我往娘家寄钱 可随着时间越久啊 我老公就不乐意了 我和我老公之间的感情 也经常就为此事而发生矛盾 但是我觉得我给我弟弟生活费并没有什么错 而且我爸妈现在年龄大了 已经没有怎么能力再供弟弟读书了嘛 如果我不帮我弟弟谁帮我弟 再说了我老公家里面这么有钱 还在乎这点钱吗 后来因为弟弟不是没有考上大学嘛 所以就出来辍学打工了 因为学习文化比较低 然后出来也没有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于是我就只能让我老公脱关系 帮我弟弟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嘛 因为我老公关系很硬 人脉也很广 平时也是有很多很有钱的朋友 后来我老公确实也是帮我弟弟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每天只工作八个小时 月薪呀有八千块钱 可是我弟工作不到一个月呀就走人了 弟弟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那个工作室挺好 每天就坐在办公室里面 但是太无聊了 老板呢也不让我玩手机 这出于无奈 我也只能指望我老公呀 再继续帮我弟弟找工作了 后来我老公就找了好几份工作 我弟弟都说不喜欢 要么嫌弃工资太低 要么嫌弃太无聊 总而言之的 我弟弟找工作的标准 就上班的时候可以刷手机 工资还不能低于一万块钱 也不能太吃苦 还不能晒太阳 你说这全天下 怎么能会有这么好的工作呢 所以我老公也没有办法 只能委屈巴巴的跟我说 他也实在没办法呀 帮我弟弟找工作了 然后这时候我弟弟他就说了 这开弟弟呀特别合适 就是他又能开车 又能听歌 而且还最还很轻松嘛 最重要的是还工资还高 然后我就给了我弟弟一万块钱 让他自己去考驾照 结果这考完驾照以后又没有车 出于无奈 我又只能继续求着我老公 帮我弟弟买车 可这次我老公无论如何 都不肯答应我的请求了 我老公跟我说呀 现在想让我帮小舅子买车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以后弟弟要是 不好好跑那个弟弟打车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帮他筹备婚礼 然后买婚房呢 要不要我再帮他找个老婆呀 我又说了呀 那是我弟你不帮他 那谁帮他呀 这跑弟弟就让他去跑呗 总比在家里天天啃老行吧 那我这个老公就对我说了呀 反正我不买 他要是想跑车的话 就让他去找分这个工作赚钱 买辆便宜一点的车子 也就几万块钱 最多也半年工资就可以买到了 要是我帮他买车的话 你觉得他会心疼这辆车吗 他会珍惜这份工作吗 虽然我老公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啊 非常的有道理 但是我还是不忍心让我弟弟吃苦 但是我老公又不肯给我弟弟买车 所以我一气之下我回了娘家 我老公这么爱我 我相信只要我赌气回娘家之后 不出几天 他就会答应给我弟弟买车的 结果啊 我这个回娘家之后 我老公迟迟也不来找我 也不给我打电话 我也就跟着生气了呀 平时啊 我给娘家就借这么多钱 他都不生气 这次啊 我给弟弟买车 他就跟我生什么气呢 一辆车子也就二十来万左右吧 他们家又不是说缺这点钱 那既然我老公不来找我 我呀 也不去找他 看谁能耗过谁 后来我等了大概有三十多天吧 我老公也还是不主动找我 出于无奈 我也只能主动去找我老公了 我还就是说 以为我回家之后 跟我老公道个歉就好了 可是等我回家之后 我就发现 家里面已经换了个女主人 当时我老公啊 带来了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孩 然后我老公呀 就是还一直以亲爱的称呼 我当时我就火冒三丈了呀 于是我就问老公啊 怎么回事 这我才回娘家三十天 你怎么就找小三了 这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结果我老公直接就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让我签字 我老公就说啊 签了他 我们就可以离婚了 我已经受够你了 我们结婚以后 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总是往娘家寄钱 我们家条件确实好 但是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一会儿帮你弟弟找工作 一会儿帮你弟弟买车 你要清楚 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们还有自己的孩子要养 就像你这种伏地魔 一点也不考虑 这个自己的家庭的未来 我在你身上也看不到未来 在你眼里 你只有你弟弟 既然你这么喜欢你弟弟 那你就和他过去吧 那这个孩子呢 归我 说完之后 我老公就把我赶出了家门 而且啊 我还把那个门锁的紧紧的 无论我怎么敲门 我老公都不回应 当时我既生气又伤心 我就在想啊 我不是想给我弟弟买一辆车吗 我老公至于跟我离婚吗 他们家那么有钱 应该也不缺这点钱吧 那以上是一位粉丝朋友 投稿的事情啊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我的话 请给我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一下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